这的确是一次超高难度的射击比拼 刘瑞佳和潘永远到底谁能命中目标呢 记者将在猛士突击车里近距离记录他们的表现 开始射击 我们马上要看一下刘班长 他能否命中前面移动的马标 两个气球 哇 还觉得很晃动啊 发现那个车的晃动是特别特别大 然后枪声也在激动震动 然后靶子也在激动 然后对自己的影响也算是特别大了 自己心里也是特别紧张 晃动的车身 飘忽不定的气球 紧张的心情 这一系列因素影响了刘瑞佳 第一次射击 他未能命中目标 哦 自己中了 这方的气球被命中了 哇 又命中 太棒了 这个简直是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这个在摇晃的车车框当中 居然还能命中移动的气球 这简直是太危惯了 太危惯了 刘瑞佳顶住了压力 命中了两个移动的气球把 率先通过了全部考核 此时所有的压力 瞬间转移给了潘永远 开始 加油 加油 这个时候更难考验一个 射手 判断能力和观察能力 包括选择激发的时机 和对一个全方面的管控 绑买 开支射击 潘永远连续尝试了三次射击 可是都没能命中目标 此时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潘永远竟然停止了射击 车子晃动 当你描好了目标 车晃动了 你肯定描不上目标了 再激发也没有作用了 我反正我最好 我选择这个车在平稳的一段 想进行快速秒准 潘永远重新计算射击的角度 寻找开火的最佳时机 如果他再次拖拔 就将丧失获胜的机会 哇 车身不断不断的 在摇晃的支撑中 依旧在射击 运动了一个气球 气球被命中了 非常精彩啊 最终刘瑞佳和潘永远 都通过了全部考核 一起成为了屡年度重击枪神枪手 这次近距离的全程记录 也让记者坚信 在未来的战场上 新型猛士突击车的快速机动能力 和重击枪的火力支援 一定可以让传统步兵 如虎天翼